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再少点 我再买多一点 几番砍价后 卖花阿姨多忍不住表示 你咋这么抠门呢 张颂文则笑着回应 我真的是很抠的 结果 他的这一行为遭到了部分网友的吐槽 有网友说 别再利穷酸二人设了 大方点 砍价的样子好丑 面对批评 张颂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不砍价我就会很帅 只要讲价我被你认为穷酸 但对于此事 大部分网友表示 正是这样真诚又真实的张颂文 才更值得粉 其实 张颂文的砍价并非是利人设 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人 他曾在评论区和网友们讨论过花草之物的价钱 灿烂的花园是张颂文参加的第一个真人秀节目 也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档慢生活综艺 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 竟然是因为张颂文要搬家了 因为房东要盖楼 他只能离开那个住了多年的北京郊区农家小院 这个节目没有对准张颂文怎么做法 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他的搬家装修的日常 节目的嘉宾都是张颂文的朋友们 连家川 周一维 马家祈等 很长一段时间里 张颂文一直是娱乐圈的求人 有些自媒体会将他塑造成一个热爱演戏 却买不起房的人设 不过他后来也发微博进行澄清 他做的平房虽然质朴 但收拾得非常舒适 满园种着花草 朋友也喜欢去 这样的生活气息给了他很大的安抚 他还在一次访问中说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很惨 希望大家不要再不停地携我很惨了 我虽然没有房产 但我过得很开心 没有买房不代表我现在买不起 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以后 买房这个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 我现在最大的财富是能参与到好的作品中 得到观众的认可 如今他在同一个村子里重新给自己 再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 甘庄修师傅们确认每一处细节 施工完成后他还会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一遍 各种细节 无疑不体现出他对生活的用心 买房也好租房也罢 即使被吐槽抠门 都不妨碍他简单而热烈的生活 而这份纯粹和他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1976年 张颂文出生在广东韶关 父亲是军人 母亲是乡险医生 日子虽不富裕 却也过得和美 像很多上一辈的父母一样 他的父亲严厉又不善言辞 好在母亲温柔 在他沮丧时 会告诉他 一切都会有办法 儿时的张颂文就喜欢观察生活 看山看水看花看草 似乎那时的他就隐约明白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和逻辑 而那些逻辑是互通的 记得有一次 张颂文和母亲去外婆家 他看花草太入神走丢了 直到晚上母亲才找到他 让他意外的是 母亲虽难掩焦急 却没有责怪他半句 说起来 爱好花草 这是和张颂文儿时认识的一位大爷有关 因为父母工作忙 他经常和电影院里的一位大爷玩 在大爷的影响下 他爱上花草 也爱上电影 本来 在爱荷包笼里长大 有花草作伴 有梦想追寻 张颂文的童年是幸福的 可惜 他13岁时 母亲得了肝癌 他的世界骤然变了 母亲为了给他心理安慰 曾带他去寺庙 告诉他喝了那里的泉水病就会好 纵使母亲坚强乐观 病魔却并不肯放过他 熬了两年多 他还是病入膏肓了 为了缓解母亲的病痛 张颂文每天都会帮他按摩 到处找草 他特别害怕母亲突然离世 甚至要一变变跑去医院 确认母亲是否还在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他有时也忍不住想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头 可真当那个时刻来到 他又开始自责 是不是自己自私的想法 带走了母亲 从此 每当感到痛苦 他就去睡觉 他多么希望醒来后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可惜清醒过后 痛得更真实 为了压下痛苦 他拼命让自己忙碌起来 中专毕业后 他做过许多工作 工人 服务员 导游 不管做什么 他都有一股认真劲 还曾当选广东省优秀导游 直到有一天 当别人问他梦想是什么 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电影梦 他怕自己反悔 于是立即买了机票飞往北京 那一年 他24岁 考上2000级北京电影学院高职班后 25岁的他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看着一张张18岁的面孔 他也曾自卑到陷入年龄焦虑 但他知道焦虑解不了自卑 唯有加倍努力 才有机会圆梦 而他首先要功课的就是普通华 每天天不亮 从小说广东话的他就跑去练四十四 十是十 说到这里 还有一件趋势 有一个师姐听他练了一个月 感慨他的努力 却也不得不笑着说 你说的似乎没变化啊 那个师姐 就是海青 之后 张颂文又在舌头下压石头 吃了很多苦 才练好普通华 只是外形受限 在学校的几年里 演技很好的张颂文从没被导演选中过 有一次 导演终于把他叫出去 他开心坏了 谁知 只是让他帮忙找人 虽说早就吃过了被忽略的苦 但那一刻的张颂文还是自尊碎了一地 不想被人看出他只是个传话的 他一个人在外面站了很久 装作和对方谈了半天最后没谈拢的样子 才落寞地走进教室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样的落寞将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与他为伴 大学毕业时 张颂文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走出校门的 谁知 他却陷入了毕业级失业的魔中 后来因专业能力强才得以留校做主角 只是 没有演戏经历怎能当好老师呢 再加上放不下演员梦 他开始寻觅机会 却没想到处处碰壁 第一年 他被拒了三百多次 第二年 被拒二百八十次 一三年 被拒二百次 记得有一次 他和同学兼好友周一维一起去见导演 却被对方嫌弃 一个个自爱 像诸如 一个嘴唇太厚 像香肠嘴 被如此羞辱 谁能容忍 可小人物的悲哀就在于 忍无可忍也只能继续忍 面对众人的哄堂大笑 张颂文和周一维只是尴尾 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就落花而逃了 可两人进了电梯 都忘了按下按键 那空白的几分钟里 他们内心有多悲愤 可想而知 没有戏拍就没有收入 那几年 张颂文生活得极其清贫 房子都租不起时 他也曾想过干脆回老家 先解决了温饱再回来谈梦想 可神奇的是 每一次在他想要逃离时 都会接到面试电话 虽说被拒绝仍是常态 但他总告诉自己 明天就会好的 就像母亲曾告诉他的那般 三年后 他终于接到了一个小角色 哪怕只是群演 他也要刨根问底 结果却被导演训斥哪来那么多废话 他只好放下自尊 想着做群演好歹也算是当过演员了 更何况在他看来 再小的角色都是自己的机会 于是 就算不被导演认可 每一次 他仍会来一番哲学三问 这个角色是怎么来的 去做什么 怎么去做 他甚至能将角色勾勒到三岁 只要认真揣摩 角色就会丰满 就会变成真实的人 就这样 在后面的十几年里 他演过太监 医生 警察 尽管没能大火 却丰富了演艺生涯 也帮他争取到了机会 张颂文特别感谢两个导演 一个是刘伟强 一个是楼叶 因为他们在后期剪辑时发现 不管距离多远 不管角色大小 都能看见张颂文在建设自己的角色 于是 这才有了他和刘伟强导演合作的 《金舞风云不再让你孤单》 2016年和楼叶导演合作了 《风中游多余作的云》 为了拍好这部戏 张颂文特地去体验了一个月生活 还增重三十斤 果然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019年《风中游多余作的云》上映 这一次 演技一流的张颂文终于让人看见 转年隐秘的角落播出 更是让他小火了一把 现象级热剧狂飙 则直接让饰演大boss高启强的张颂文成了顶流 火了后 有人问他 经历那么多年的岌岌无名 热爱真的可以抵消苦闷吗 他坚定地说 只要有稳定住所 一日三餐 能够应付日常开销 热爱可以抵消一切 他还谈起自己24岁开始追梦 原本计划用40年实现梦想 如今20年就实现了 自己很幸运 很感恩 努力的人 一定可以在某个时刻得到回报 只是 会经历时间考验 是啊 搭起晚成又如何 不论付出 学会接纳 时间的长河里自有答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明天啊 感谢观看